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2020财年美国国防预算举行听证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南汉表示 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的2020财年预算报告体现了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的精神 他特别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军事实力提出了警告 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林峰你好 谢谢 时间能否请您就是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场听证会的情况 这场听证会其实是根据这个星期二的时候 就是美国实际上是白宫是公布了这个全年的 就是2020财年的这个整个政府的一个预算 但是其中这个国防预算就是占了这个预算的相当大的一个一部分 那我们知道这回这个美国国防预算的这个是又是 既前两年这个持续上升的势头 今年还是呈现一个上升的势头 其中有很多的这个经费呢 其中的一大部分是用于这个科研的方面 这个武器的研发 高科技的研发方面 这是以前所没有看到的 那么也正是就是说像这个今天这个参加两位 参加听证会的两位 这个一位是这个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山大汉 还有一位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福德上将 他们就提出来就是说这个新的这个国防预算呢 是要体现了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安全这个国防战略的 这么报告的这个这个精神 是本着那个精神去去制定了这个预算 那具体这个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说美国现在认为这个全球的这个国际安全格局呢 现在是由这个大国竞争所主导的 那所谓大国竞争也就是指的主要指的是中国 同时他也提到了俄罗斯 他说这个报告呢 就是说美国的一个二加二的一个威胁 面临的一个二加三的一个威胁 刚才说到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 还有三个国家 分别是朝鲜伊朗还有就是恐怖主义 他们认为这个报告 这份的预算案呢是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但是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就是这个山大汉那个代理部长呢 他特别是在这个听证会中提到了中国 我们来听一听 山大汉部长他是怎么说的 考虑到购买力的因素 中国的国防预算正逼近美国的水平 而我们预算中有一部分 适用于给军人的薪水和福利 再加上中国有组织的窃取外国技术 使得中国得以现代化其导弹 太空和网络能力 以及将军力投射到超过距离 其边界很远的地方 除了这个传统上的这个美国的竞争对手 包括俄罗斯啊中国等等 这次听证会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到场的这些参议员们都是 对这个代理部长呢是发问的 他们发问的一个集中点 反而是这个边境墙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这回这个特朗普政府呢 是把这个边境墙的一部分的这个钱呢 是放在了国防预算里面 这样的话就让这个议员们 有比较干就是感到一些一定压力 就是说他们必须呢 如果要通过这个国防预算 就要给这个特朗普总统的 一个边境墙的进行拨款 所以这是就是这个 因为本来是一个国防议题 但是因为这个边境墙预算的问题呢 所以就是抢了一些风头 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看点 是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 这次听众会重点提到了这个中国 那么有关中国的部分 还有哪些这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对 我注意到就是沙纳汉部长的 这个书面证词中 特别的大篇幅的强调这个科技方面 特别是这个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 还有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 通过这个网络空间来窃取美国技术的 这个对美国的威胁 他特别提到就是说 就是这个华为 我们知道华为现在正在 就是起诉这个美国政府 就是说就是根据这个2019年的 这个国防授权法来起诉 这个美国政府 但是今天的听证会来看的话 美国政府依然就是站在这个 就是部长们还是站在 这个美国政府这边 认为华为是通过一些手段 他以这个T-Mobile为例 就是说认为这个华为 还是在窃取美国的这个知识产权 还有就是有这个邓福德上将 他提到就是说谷歌 他认为这个谷歌在中国的一些生意的话 在间接上帮助了中国政府 好的 那么我们感谢林峰 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